計畫五十五 точhib出歸 歡迎各位記者朋友 今天教業會召開這條記者主演會 主要是公佈了關於無教界做了調查 parentheses 看接下來疫情的影響 他們面對困境和提出一些要求 看看政府可以有甚麼做 幫助業界紓困 那個背景交代一點 其實在今年3月開始 大家看到疫情的嚴峻 政府已經有一輪的紓困措施 整體來說那輪的紓困措施 其實是幫助了有教界面對那時的困境 那時最主要的做法是用一月份 他們無論是幼稚園或幼兒中心 他們用一月份的人頭的學生人數 計算他們的資助 令到他們無論是學生人數 科動或減少的影響都沒有即時衝擊學校 另外也有一些一筆布的撥款 幫助他們的舒緩疫情 去做一些清潔、消毒的工作 這些在首輪的津貼 其實學校在6月份開始K3復貨 他們之前大部分都用完這些津貼 本來期待9月開學或8月開學 他們可以重新在收到學生後 營運恢復正常 但很可惜7月份疫情有大幅反彈 也在教育局宣布了他們未來就算開學 都不可以做一個面對面的受課 這些無論對大中小幼各個界別的教育影響很大 但對右教界的影響更大 原因是他們如果沒有了面對面的受課或接觸互動 實際上很多工作都比較難推薦 甚至也很難維持跟家長和學生的互動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8月7日至13日做了一個調查 搜集業界就回這個柱頂 即是政府已經宣布了 他們不可以面對面的受課 但就要開學 他們在這個處境之下 他們面對了甚麼困難呢 我們在7日至13日期間 訪問了全港幼稚園發了一些文件給他們 裏面有415位的校長輔助 其實佔差不多四成的學校 所以那個代表性都很高 而且短短一星期已經回覆 都看到他們是有嚴離之急 所以才會這麼快和這麼大量 回覆我們的文件 當中裏面絕大部分都有參與幼稚園的制作計劃 非文化學校 另外有少量就是私立學校 當中我們特別問了 他們其實有六成是有收N班 N班的意思是甚麼呢 它不是K1、K2、K3 它是一些預備班 所以這些過往政府 不當他們正式開始計之座 全部都是用自負型規的方式去做 但N班對院校學校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重要的級別 亦都是他們在財政上的一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如果他們是有大的變化 即收生人數 實際上的影響都會很大 我們簡單交代數據 等一下有幾位校長會延伸說法 講講他們的處境 當然他們不一定講自己的學校 他們會講業界內的情況 但因為他們是熟悉很多院校的情況 所以他們可以講到一些困境 和一些多些說法出來 我們先交代數字 第一就是我們交代一下營運情況 現在面對非免受色的課程 究竟有甚麼問題 有三類學生我們預計會大減 所以我們這次都特別問了 有收這三類學生的一些學校 第一就是我們問了一些 全日和長全日的一些學校 他們過往因為他們不是政府給足的資助 政府給資助計算後 比較上給得足的都是半日制的學校 所以全日制和長全日的 他們面對的困難都特別大 我們會看到 在裏面我們看到有三百多間 全日、長全日的學校裏面 有45.4% 差不多一半 他們的收生預計會減少一至三成 其實減少一個學生也好 其實就影響資助 因為是用人頭來計 如果減少一至三成 即是在政府來的資助 是要減少一至三成 所以衝擊可以說到很大 當中還有42間即11% 減幅到五成 所以如果你想想一間幼稚園 政府給開資助突然間減少一半 可能真的要倒費 所以衝擊很大 第二就是如果收N班 即剛才說政府沒有直接給資助 是靠學費他們自負盈規做 但當他們在那個學校時 其實整個學校的財政都會受N班 那間那個學生的數目去直接影響 在裡面252間有收N班的學校當中 有25.8%看到它的減幅最少五成 所以那個衝擊很大 因為如果減了五成 即所有這些學生 他們本來給開的學費都沒有了 即是說那個收入就會大減 中間還有10間說減少九成 幾乎沒有了 所以那個營運的困境我想而知 至於40間有收跨境學童的情況又如何呢 有15間即是37.5% 就說減幅都是五成 當然不是每間學校都收跨境新的 但有40間當然都是地理條件 以及在近邊境的地方 這些學校如果他們的收入又不少 就跨境新 幾樣學生加起來的時候 對學校的衝擊就很大 我們這三個數據都反映了 接下來那個退學潮 他們估計都很厲害 直接來講對學校的財政造成極大困境 第二樣我們問了 在那個非面壽色的壽貨的時候 剛才說了預計的學生人數會少了 這個退學潮又會怎樣呢 我們分別也是問這三種學校 他們的退學潮的預計 在全日常全日制的學校裏面 有45.1% 預算有半數的學童會退學 所以這都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有92.5% 預計一定會有財政困難 而當中有幾個60.8% 會有極大困難 所以看到掛勾的情況 若果退學潮嚴重 他們一方面從政府拿到的津貼會減 第二方面學費也會減 收不到那麼多 所以他們會面對很大的財政困難 已經接近半數學生可能會減一半 看到財政困難是極大的 第二收N班的學校裏面 其實也一樣 有79.4% 預計有半數的學童會退學 他們預計那個退學潮影響如何 98.4% 差不多全部 是覺得財政一定有困難 而當中75.8%是極大困難 看到N班那些 如果收不到學生 它是完全是靠學費的 所以財政困難更加會大 到跨境學校 在那40間裏面有25間即62.5% 是預計會減少一半學生 即會退學 有13間 預計跨境的全數會退學 根本那個困境是無法處理的 所以他們會看到 有七成的學校 就會覺得財政一定有困難 而另外 就是他們實際上 那個財政困難 我們看到從退學潮 和政府來的一些津貼 兩方面都大減的時候 兩方面的夾擊 令到學校面對財政困難 就是極之大 我們看到過往 其實如果他們面對這些情況 會如何處理 有儲備當然用儲備 我們問他們實際上 過往半年他們有沒有動用儲備 去處理面對財政困難 看到78.3% 幾乎八成 就是有動用他們的儲備 去面對財政困難 他們若果新透明政府 不給額外資助 即假設未有第三輪 或其他資助 裡面其實他們會看到 會多達42.4% 就會認為他們的儲備 只可以營運六個月 六個月短眼就過 少於六個月 少於六個月 即少於六個月 當中24.4% 我們看到 有99間更加少於三個月 其實由八月開始計三個月 可能到十一月已經要倒閉 所以那個處境 極之困難之餘 還是很危急 如果政府不新出援手 我們問那些學校會怎樣 當中有很多不同的處境 其中最嚴峻的 當然是他們可能會倒閉 我們問他們 他們預計點是有接近四成 就說如果政府不再加援手 沒有第三輪津貼 他們會倒閉 有四成會倒閉 而有78.6% 會表示可能大量 教師要動身 或者停身鬧跡 就沒有量出 也有64.8% 就表示他們要裁減 即裁減有私的人手 可以見到無論是教師和學校 面對的衝擊都很大 可能裁減 可能動身 可能停身鬧跡 甚至最惡劣的就是倒閉 所以如果沒有新一輪津貼 我們預計有教界 是很難倒過這個混凍 很難面對這個財政的困境 這裡我想交給王校長 講一點關於業界 但現在有些實際的情況 和苦房可能就這方面才交代 我才再交代抗疫那部份的數據 好 麻煩你王校長 麻煩你王校長 大家好 接下來我會講講 全日制和長全日學校的實際情況 大家都知道現在政府的資助 是半日制的幼稚園 是全數資助的 全日制和長全日學校 依然需要交學費 這是要家長自己去交 在第一輪房子基金裡面 其實剛才會長所講 政府撥了一些特別津貼給學校 其實政府的原意都是 給學校做支持學校的營運 但很多是全日制長全日的幼稚園 還有一些幼稚園中心 我們想和家長共度時間 基本上那一筆的錢 其實我們用來是免除了家長的學費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就是一句講完 家長在這個情況下 他都有一定的財政困難 如果我們硬要叫他交完餘下的學費 其實很辛苦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用作 去免除了他們的學費 剩下來其實免除他的學費 其他的支出其實用到現在都已經七七八八 我們真的動用著我們的儲備 但很可惜我們的儲備 不是真正一個自負刑規的模式 我們都是所有的加費、學費 都是受贈於政府的批准 就是說一家學校可以動用的儲備 其實很少 如果新一輪真的 我們再沒有一些特別津貼的話 加上就是新學期 家長面對的情況就是 原來都是沒得上學的 當沒得上學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想 那我可不可以遲些才來讀 我暫緩開學 這個是一個人之常情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小朋友學習 真的不可以純粹 好像現在這樣非免秀 透過zoom 或者是透過一些拍片 或者透過一些教材 包括這些是不夠的 那家長自然就會覺得 這個不是我們想要的上學的模式 的時候它暫緩上學的時候 是很影響K1和兩歲班的修身 其實現在已經是了 有些家長就會出現在這個情況 第二件事就想說回 其實一直以來 由疫情到現在 團日制和長團日的學校 是無間斷開放的 我們在防疫用品的消耗 其實已經是政府在之前給他津貼 我們已經用了 但是面對著可能是開貨了 開貨的時候我們更加需要 就要做一些比如塗層 當我們要做塗層的時候 跟中小學有分別 雖然我們不及他們帶 但是小朋友的運作是怎樣的 他什麼都會去摸的 門檻地板 所有東西它碰到的位置都會接觸到 其實花費在這些做塗層清潔裏面 其實我們都是不足夠的 接下來就是講了 長團日其實有些服務的特點 但是我們不單止是照顧一般的小朋友 我們有不同的服務 包括是道校的復康服務 駐校社工 兼修圍 其實這些小朋友在停課期間 不能去面授的時候 是阻礙了他們很多的學習和發展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用盡我們的方法 去幫這些小朋友在家裏 都可以做一些學習 引申出來就是什麼 就是老師 老師既要照顧一些需要上學的小朋友 同時間又要去照顧網上的學習 或者拍片 其它各樣東西 其實對老師來說 是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當如果我們不要支援的話 老師就要減薪了 這個其實對整個幼教的發展 都是一個不健康的 這幾年其實政府投放了很多資源 在入院教育裡面 如果在一個位置 令到幼教面臨倒閉的學校倒閉 或者影響了老師 即繼續去投身這個學業的意願 其實就是之前那幾年做的事 我們會覺得很可惜 以及前功盡費 跟著就是會講到 所以我們認為要幫助我們的時候 起碼基本上就給回第一輪的特別津貼 加強的防疫津貼 可以幫助到家長 當真的可以復課的時候 可以安心給小朋友上學 不打亂他們的工作 因為很多全日制和常全日的家長 他們是相識家庭來的 他們是很依賴學校幫助他們的 我們有延展服務 延展服務是由早上到8點到晚上8點 這些是可以解決到 我們既照顧又可以教育他們的小朋友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家長無法治再去負擔學費 影響到我們的服務 而可能要倒閉或者一個不健康的發展的時候 對往後當疫情過了之後 學校倒閉的時候 怎樣去回應家長的需要呢 還有整體上 學校是沒有可能 別人會這樣說的 我們疫情完了 我們可以報復息消費 但學校不可以 因為我們不可以因為疫情過後 我本來是收20個的 我們收40個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會靠容額、 學費去管理和批核的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我補充的就是這麼多 謝謝 謝謝 接下來你交代數據和講庫貨 我們不如交給校長去講 先請鄭校長跟你講一講 即抗疫的部分 以及N班的問題 是 各位好 我先講講N班的情況 其實剛才網校長都提到 香港很多雙職家庭 其實小朋友抓了兩歲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選擇去入讀兩至三歲版的N班 記住N班其實沒有任何政府之族 但家長都會選擇幫小朋友共同N班的原因 第一就是他們真的要上班 所以需要一個安全 要有好的學習環境的地方 給小朋友去處身在那個環境之中 所以 歷年來N班 譬如我自己學學也好 其實收生量是不錯的 但正正這次疫情的影響之下 N班的小朋友回國學了 對於家長來說 其實是造就了很大的負擔 因為可能他真是雙職家庭 沒有其他再年長一點的爺爺媽媽 共公婆婆或者工人姐姐 去當手照顧小朋友 變成雙職家庭 其中一位就可能不需要被動身 放母親假 留下去照顧小朋友 這是一個惡性不存環 雖然經歷了這麼長時間的停課 可能有些家庭已經適應了這個模式 但是我們自己覺得 未來疫情總會過 如果就著疫情而導致大量 有N班的學校倒閉的話 其實是不常失的 還有 剛才數據上高也說到 有很多學校都有N班 而可不可以說 我這間學校因為疫症關係 我不做N班 只做K1到K3 行不行 其實不是就這樣 一刀切就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這個是影響整間學校的班級架構和容額 假設我家學校是混合模式 我有N班 又有K1到K3 我的容額是由政府去批判的 就是說如果我沒有了N班 我可不可以將課室轉做K1 K2K3的課室 不是說轉就轉的 它需要重新安排不同部門的人員 學到學校 重新檢視學校環境 重新計算過我們所有容額 我們才可以再做修身 所以學校是面對著很多技術性的困難 還有呢 其實N班的學習都非常重要 可能我們過往在停課以半年期間 很多學校不止中小學 幼稚園其實都推行了很多網上學習 給不同年級的小朋友 我們的理念 我們並不是想小朋友經常看著模特兒 但內何呢 我們可能差不多半年至一年 完全沒有任何學習的刺激給小朋友 所以在兩孩取其輕下 學校都會選擇有這樣的安排給小朋友 0至6歲是小孩學習的黃金期 我們不想因為停課 而導致他們完全沒有了應該有的學習機會 所以學校一方面是盡力去做的 這是我有一個小小的補充 最後想說多一點關於防疫的安排 正如剛才黃校長所說 學校其實是需要做很多防疫的功夫 假設復課一個小朋友 他N1或K1回到學校 他們因為剛剛回到適應 其實很多時候會哭 一哭口罩濕了又要悶 到底一天他要用多少個口罩呢 其實學校是很難去計算的 小數爬場計 這些花費其實都對學校造成很大的財政挑戰 塗層那裡我不再重複說了 我想補充一句 當中小學都需要噴塗層的時候 幼稚園的小朋友就更加需要 因為他們和環境的互動是最多的 這是他們的年齡特性問題 或者我先趕緊按鈕 稍後補充我再補充 謝謝 接著請關校長說一說 其實財政支援、補協和服務安排的困難 謝謝關校長 謝謝會長 我會說一說關於民主調查中 業界的校長認為最有效的財政支援 剛才都說了 其實我們現在業界的情況 大部分學校都在面對財政很大的困難 在第一輪初初停過的時候 政府都曾經資助過學校 包括有一筆課的學費補貼 以及如果受資助的學校 都是以1月份的人頭計算作為資助單位 這一個問卷顯示出來 校長覺得這兩行措施是可行的 真是幫到學校 所以我們期望 如果新學年未能正式開啟面授課前 小學要繼續停課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政府繼續有類似這些資助去給學校 真是幫到我們的學校 剛才都有校長所說 很多學校都在動用儲備 其實學校的儲備真的不多 尤其是資助的學校 我們整個數目都是受教育局的監管 教育局是不容許學校太多儲備 但到現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如果它又不承擔要學校 自己還不準備的承擔的時候 其實學校處於很良難的學院 所以真是很無助 所以我們都是積極的希望 政府真是這個時候 看出學校的情況去作出資助 我們就要求以1月份的人口計算 最初這幾個月由2月到年間之後 都一直以一個資助計算 我們希望新學年開始 都是按學校原本今年1月份的人口計算 是比較解決問題的 以及真正幫到學校 另外就是關於資助給學校的防疫津貼 知道政府在7月份的時候 向中小學發放了10萬元的津貼 當我們幼稚業界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憤怒的 為何中小學有這個津貼 我們幼兒教育完全沒有這個津貼 覺得政府完全歧視幼稚園 不尊重幼教 我們業界認為公平應該一事同仁 而且剛才同工都說了 小朋友更加需要的就是那個防疫 我們要更加做得更要充足準備 還有現在校舍都一直保持開放 除了放假之外 如果家長有需要可以帶小學回來 如果一直保持開放 我們的消毒或者遷潔衛生 一直都在做這些工作是要保持的 所以防疫那裡的支出 其實學校一直都在支出 口罩那些剛才同工都說了 這些政府又不承擔 都是學校自己承擔 又或者有些家長都好的 如果他們家裡有的 都會給小孩戴口罩回學校去根本 但有些真的或者某些地區 那些家長比較窮的時候 他們真的沒有錢去買口罩小孩的時候 學校也要承擔這些支出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在防疫津那裡 也是中小學那裡的按齊 另外我們雖然不知道復課的日子是幾時 但我們都希望政府有一個好的計劃 好的安排 就好像之前五六月的時候 都是由中小學幼稚園分階的復課 教育局當時都是比較早的時候 作出公佈 以讓學校有一個計劃和出指引 我們希望未來新學年再復課的時候 都希望教育局在復課的安排上 都做得比較充足 以至學校都有一個好的安排 其中譬如衛生措施怎樣做 究竟小孩應不應該在學校吃東西 我們這些都在文學那裡 都有問過我們熱教育校長的意見 所以我們都希望教育局能夠在指引那裡 都能夠給一個簽證的指引給學校 以至我們都能夠作出一個適切的安排 就不用讓學校或者家長擔心 另外就是復課之後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能都未穩定 未正式完全回復正常 譬如今年6月15日回復課的時候 我們業界經驗都是小孩剛剛上學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是說他一回來就好像以往 那樣上學很多東西不正常 而很多東西都是包括 都是集中在他們的清潔衛生上面 都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都是預計了第一次新學年 復課之後都是要分階段 又或者他們分階段上學的時候 小孩回來很多東西都沒有行程 根本有時間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復課安排方面 至少三個月之後 我們都希望教育部才重啟 對學校一些質素平衡 或者成立帳目的平衡工作 因為這些工作如果學校收到電話 要接受教育部的平衡的時候 其實學校是非常緊張 要做很多的預備 還有有關的譬如校長或者管理層 都可能要面對一定的壓力 面對防疫已經有很大的壓力 大家都是比較緊張 集中在小孩回學後的處理 所以如果復課之後 我們要求教育部最少三個月之後 才重啟一些平衡工作 我最後總結一下和提出一些建議 大家都知道幼稚園或幼兒教育的重要性 在整個人成長過程中 這段時間是所謂黃金時期 是它智力和身體機能各方面的 一個飛躍的發展時機 所以這段時間做得好和做得不好 相差很遠 幼稚園的角色非常之重要 成立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如果我們這段時間 有一批的幼稚園倒閉的話 我們將會在接下來即使到復課的時候 我們幼稚園未必能夠再繼續公道服務的話 那個影響就會很大 我們對於香港的小朋友來說 如果任由幼稚園倒閉的話 對他們來說會帶來非常大的成長上影響 我們在二月的時候 教協做過去一個調查 事隔半年由二月到八月 情況其實是惡化了 大家看到在二月的時候 八成的學校預計因為退學 而造成營運困難 到現在八成變成九成 半年前就說四成是有極大困難的 現在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六成至七成 而倒閉危險的當時是兩成的 現在已經增加到四成 這個是各方面的數字 都看到一個很清晰的一個增幅 而且大家都看到如果學校是用儲備營運的話 大約一百間學校表示只可以維持三個月 而這裏其實一半的學校暫時未有具體的資料 所以實際上這裏一百間可能還要成大 一半都未頂的 所以我們今天開記者指導會 我們想提出五大建議 這五大建議包括第一 就是我們用一月份的學生人數 來去計算幼稚園單位的資助 這點剛才都說了原因 因為一月的時候是疫情 還未影響到幼稚園疫運的時候 還有一個正常狀態 我們用一個正常時期的人數 來計算接下來的單位的資助 這就可以幫助幼稚園能夠穩定 第二個訴求就是幼稚園為他們提供一筆個特別津貼 這方面就是幼稚園 這方面就是幼稚園中心方面也需要一筆個特別津貼 這包括了資助或非資助幼稚園中心 這些都是有關營運方面的津貼 另外第四就是有關防疫方面的津貼 防疫方面的津貼就是我們希望能夠 為幼稚園做好防疫工作 保障小朋友的健康 剛才也說過在七月上個月的時候 教育局就說向中小學發放十萬元津貼 來做防疫 但為何遺留了幼稚園呢 為何遺留了幼兒服務呢 這個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希望這方面能夠做好 最後第五點我們就是覺得 學校的行政支援很重要 相關的指引應該發給幼稚園 還有我們也要求復課後三個月內 不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對學校的一些監察 例如質素平衡、帳目審查等等的事 讓學校可以集中精神做好我們的復課工作 之後才再作其他質素平衡等等的事 我們現在會發動有教課一人一術 致行給教育局及復服局 希望他們回應我們的訴求 我們都已經去信政務司司長 要求在新一輪抗疫基金 為幼稚園幼兒中心提供即時有效的支援 我們希望在復課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幼稚園幼兒中心 仍然能夠好好地為香港的家長 為香港的下一代復活 好,謝謝業界員 我們交代的數據及訴求都交代了 歡迎大家看看有甚麼問題 隨便發問 可以用這些學校的實際影響 有多高 以及你們會否聽到 尤其是學校的公共 會有表達擔憂 或者他們的情況是甚麼 第二個問題 就是剛才都見到有些人看到 但見到數據那裏 有些是提及到 有些傳入班 或傳入班收生減少100% 即是以學校的學校 我想問回整個學校的意思 即是剛才N班那裏都有 有些是100%的減少 即是意味著學校的傳入班 所以如果那些學校傳入班 即是對班學校的影響 會是怎樣 以及你們有看到 有百多百學校會面臨數據的危機 會否可以說說 如果政府在幾短的時間裏 如果沒有一個措施去代工作的話 這個儲幣的情況 就會大概是何時發生的 或者有回應部分的問題 都交給其他校長補充 好嗎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講到 我估計學校的擔憂狀狀況 即是營運那裏線 我想講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問卷都講到 有些學校 基本上 你剛才所講 是完全收不到身 以我所知 我認識的一些同工的情況 就是N班 他原本可能在爆發最新一律疫症之前 可能還收到十多個學生 即大約都可以開到一班 但當爆發第三個疫情的時候 所有學生都退學了 所以就會做到 一個學生都收不到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現在連級都是這樣的意思 而N班一定是重載 因為他沒有任何政府之助 這裏是一個補充資料 當整個N班都收不到學生 其實一般在香港的幼稚園 以我所知 有N班的學校大約100個學生 即隨班四級 你當N班25個學生 好嗎 25個學生其實大約需要 起碼要留兩個老師 甚至乎三個 一比十一來說要三個 我把三個老師進去的人工的支出 我不算校長 我不算意義 完全是靠N班的學費去支援 當N班一個學生 一元的學費其實都收不到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靠學校 銀包裏面的儲備裏面 有的錢去支付老師的薪金 所以對這件事來說 是很大的學校的營運壓力 所以剛才你正所說 有些學校只剩下三個月可以支撐 三個月後可能其實已經要倒閉 所以如果政府未來三個月內 都不能有新措施給學校 就正如剛才民居的結果 三個月可能又撿一些 六個月又撿一些 一年之後撿了很多很多 然後就引伸了很多骨牌的校園 我們是不想見到的 所以我們都是再次在這裡 希望政府能夠尽早就住幼稚園 以及幼兒中心發放一些 救急符合的資助 或者等其他各位校長可以再補充 或者我補充一下 全日和全日的情況 因為在體制裏面有半日幼稚園 如果當家長無法子負擔到 全日制或者全日制學費的時候 他就會轉到半日制的幼稚園 所以你們就會見到 為何一些學校每個修身突然間會倒閉 其實原因是這裏 補充少少少 剛才記者都問過 老師的down-up情況 講回業界 不是講學校 因為我收到一些同工的校長朋友都表示 因為剛才以上種種原因牽涉下去的 好自然就會影響老師 有些老師其實 剛才也有校長說 其實情況之間 老師比平時的學校工作要做得更加多 一直都是做事的支援家 支援小朋友 但如果出不了糧給老師的時候 學校經濟平衡很自然影響老師 變成有些老師被迫放無身家 或者被裁減 都知道今年市場其實是多了老師運工 除了新畢業那批都沒有找到之外 熱界可能原本是做回老師那些 因為修身不足被學校的裁減出來 這些就是誘教經濟的活動 三月下人要不要再多一點 因為剛才也有提過 因為現在大家面對的情況很嚴峻 大家唯有進座 可不可以講了一點點 其實三月六下的事 有什麼方法可以留住 即是家居去學校 即是家居去學校 即是會準備其他方學 因為都講過已經可以網上受過 就不能現受 大家都在想什麼方法 真的給工作紙 或者現在大家進去科學 預備有什麼想法 可能會和大家加進去學校 我們用盡不同的方法 我們用盡不同的方法 現在正在用幾樣東西 即是第一樣我們都知道 其實用網上去進行教學 其實對小朋友不是最好 所以大多數我們會有 第一一定會有一些教材包 以往的教材包 等於一份的教具 或者圖班包 我們會派給家長 派給小朋友 然後透過一些指引 或者指示 讓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做 第二個工具就是我們會 一些書本 在網上會找一些書本 或者有些學校甚至乎買一些書 其實這裡都要很多的費用 其實現在又不夫知 要用這些錢其實都很困難 其實我們有些學校都講 其實會不會叫做一筆個的勃款 可以支助我們這件事 第三樣我們一定會用一些拍片 一些短片 這些短片可以 家長在任何時間都可以 陪到小朋友看 可以放了工才跟他看 那就不受時間限制 同時間我們會不會用 實時的網上教學 雖然局長說這些人很適合 但是我們要保持跟小朋友有互動和接觸 不過我們會把時間調到最少 可能小的小朋友 兩歲班可能五至十分鐘 一路加上去 起碼讓小朋友準備 和讓他明白 他現在都是一位小朋友 我們會請小朋友穿著校服 這是幫助獸仔可以在家 都投入一個課堂裡面 這些是我們一般用的工具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進行交出教育的小感動 這可能留下其他校長補充 或者我補充一下 剛才回應記者問題 我們過去怎樣留著的學生 我知道業界有些學校 坦白說不能上學 又叫人交學費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交到學費 我們很自然會收 收不到學費的話 有些學校的做法就是 辦學團體用的儲備 去代家長交學費 這個情況都很多出現 所以為何剛才文卷都說 學校動用的儲備 其實就是動用在這些位置 我們辦學團體既幫家長交學費 同時也都在疫症期間 盡量提供多些學習支援 給我們的家長和小朋友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是 在一個很艱難的位置裡面 網上學習 其實我知道有些學校 我剛才說要做一些Zoom 那類的實時教學 但比較多可能還是 在準備一些教學短片 給家長為主 為甚麼呢? 因為考慮到 就算我開Zoom也好 如果我是雙職家庭 或者我要上班 我都未必可以 配合到時間 去跟小朋友開Zoom 所以給短片有一個好處 就是家長可以單程處理 我下班之後 我幫我給小朋友看 這件事我們都是需要來考慮 或者其他教學 有甚麼要充滿 補充一點 其實之前局長宣布 不可以面授課 都提供了一些策略出來 例如工作址、手工、閱讀 其實那些業界一直都在做 反而我們業界做得比局長 更多更有效的策略 就是給家長、給小朋友 做出一個支援 反而教學影片那些 我們都會繼續 剛才校長都說了 因為始終小孩小 我們又要關注他 對電腦的時間 又可以太長 很多方面都要考慮去平衡 都盡量在支援方面 又要考慮家長的時間 小朋友看電腦的安排 所以這些都為學校 帶來了很多的一些考慮 另外的就是 反而我們更加要支援家長 家長的聯繫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 因為在停泊期間 我們都知道 其實很多的家庭 都是面對著可能不同的家庭的問題 變了我們又教解 都要支援家長 幫他們去解決一些家庭的困難 譬如停泊期間 另外有家長都反映 小朋友其實家庭是爛散了 出現一些情緒 社交行為方面 都是被平時上學退步了 變了老師都要在家長聯繫 做一些支援 如果新學期那裏 更加我們有一個困難 就是K1入學那一批 他完全未上學的時候 我們又要想一下 究竟這些家長 這些小朋友未入學 未接觸過學校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透過不是面授課 去支援他們呢 變了這裏都要花點心機 時間去想 所以剛才所說 平方其他老師要做的事情 比平時更加複雜 更加複雜 這裏順帶補充少少 因為剛才所說 如果沒有政府津貼 那些支援盈規的班別 例如N班 或者一些支援盈規部分 幼兒中心的工作 在上一陣子 可以申請補就業計劃 但有部份亦要申請 但我們看回我們的數據 第五點交代 實際上 是申請了 有一半現在還未有結果 其實都解決不了鹽微之急 現在還未有結果 有另外一半 審批仍在等錢到 即有15.3% 一乘半 批了 但錢都未到 到了26.1% 所以鹽微之急 實際上要快些批 上一筆都未批 現在我們要求繼續 第二批 所以上一批都要快手些 否則倒閉後 根本就夠不回 會長沒有解釋 我想補充少少關於補就業計劃 好 其實過往二月至五月 社署是有落一筆資助 去友誼中心項班 我沒有記錯 判入到maximum 可以每個 判入班是2000元 除了4000元 但五月後就沒有了 他就叫我們申請補就業計劃 大家都知道補就業計劃 我們申請補就是一個老師 我們申請補大約9000元 大家計一計數 我一個N班 我把兩個老師 一個月 我大約可以補到18000元 補就業計劃 但過往N班的學生 我大約收到20個 我當全部都是半日班 那裏有錢 20個N班 那裏大約4萬元 4萬元和18元之間是差異 其實非常大 對於一間學校 我們一類有志願的英文來說 所以我自己本人覺得補就業 是完全不能取代過往SWD 給友誼中心的特別津貼 完全不能取代到 而如果他繼續用一個補就業計劃 去幫我們這些 所謂自負盈規的N班 其實最後都是引致大約的協業潮 這是我少少補充 還有其他問題嗎 如果沒有就多謝大家出席了